瘦肉筋对孩子和孕妈咪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怀孕、育儿、亲子相关的资讯 要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让我们陪伴孩子一同成长 哈啰大家好!我是创业新妈妈婉玲 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瘦肉筋对孩子还有孕妇有什么健康上的疑虑 那还有呢要如何去挑选安全的猪肉呢? 大家知道什么是瘦肉筋吗? 它是一种交感神经的刺激剂 会让组织呢像接收到肾上腺素一样 如果呢我们把它加入动物的饲料里呢 可以增加瘦肉的比例 常见的瘦肉筋啊 有莱克多巴胺、三滴胺、纯等 虽然呢莱克多巴胺啊 跟其他的药剂来比毒性是相对比较低的 可是真的对所有人都没有危害吗? 这个部分呢真的是非常具有争议的一点哦 而全世界目前合法开放加在饲料里面的国家 大约有26国 包含了美国、加拿大、澳洲等等 另外呢有75个国家呢有开放莱猪进口 包含了澳洲、日本、印尼等等的国家 除此之外你知道吗?有160个国家以上啊是禁用的哦 这个包含了中国、俄罗斯还有欧盟等 莱克多巴胺呢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当我们使用过量莱克多巴胺啊 可能会造成心剂、血压三遮 或者啊心血管疾病等等 联合国联合联合组织呢 和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食品添加物专家委员会显示啊 莱克多巴胺呢存在动物的身体里面啊 大约4-7个小时就可以排泄掉了 但是你知道吗? 残留在死亡后的动物内脏和肌肉里啊 是非常难消失的哦 而人类实验里啊 他们找6个健康的男性来做实验啊 在48个小时里面呢 他们慢慢增加剂量 在剂量5毫克以下 对于他们的心跳和血压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当剂量呢超过15毫克以上的时候呢 就发现心跳啊和脉搏啊有渐渐的增加 而且呢目前啊没有对人体大量的实验 加上呢他们做实验呢 都是短时间的评估 但是在我们台湾来说呢 猪肉是我们每天几乎一倍的 这样对我们来说真的没有影响吗? 根据专家研究呢 有4个族群啊 我们在吃莱猪的时候啊 要特别的注意哦 第一个就是坐月子的妈妈们 台湾在坐月子的时候啊 我们最常吃的就是猪肝和油脊的 所以呢会有更高风险的健康疑虑哦 而当我们在喂母母的时候 不会把莱克多巴胺带给孩子吗? 所以啊在坐月子的妈妈们呢 就建议不要摄取过多的内战 第二种族群呢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 像心脏病高血压脑中风等等 尽量避免吃瘦肉筋的肉品 以免引发心肌缺险心律不整的情况哦 第三种是肝脏肾脏病患者 那这些病患呢 他的代谢啊是相对比较不好的 所以在莱克多巴胺在体内的时候啊 也相对比较不容易排除 第四种是孕产妇小朋友以及年长者 目前啊莱克多巴胺的风险评估里面呢 把年长者孕产妇以及啊 13 岁以下的小朋友呢 都列为高风险敏感族群 而且现在并没有任何研究显示啊 莱克多巴胺不会影响到 胎儿和儿童的智力神经发展等等哦 以上呢就要跟大家分享 三点安心吃肉的方法 方法一看清楚标示 当我们去卖场或是传统市场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特别去注意 这个猪肉的来源产地 方法二我们要特别啊 选择CAS认证的肉品哦 假设呢如果是选择台湾本土猪的肉制品啊 是不用太担心的哦 因为啊政府呢目前没有开放瘦肉机 在我们养殖猪上面哦 方法三避免吃虫煮肉 例如呢水饺包子汉堡肉等等 我们没有办法确认说 这些虫煮肉它是不是本土的猪肉 最后来帮大家红等这一集的重点 首先是莱克多巴胺啊 可能会造成身体健康的疑虑 第一个会造成心悸 第二个血压三升 第三焦虑 第四心血管等等疾病 再来是哪些族群应该要避免食用呢 第一坐月子的马鸣 第二心血管疾病患者 第三肝胀肾脏病患者 第四孕产妇 第五十三岁以下的小朋友 第六年长症 最后吃安心吃肉的方法 第一看清楚标示 第二选择有CAS认证的肉品 第三避免虫煮肉 受了经猪肉开放之后 你会给你的宝贝吃猪肉吗 一会 只要注意产地就好了 二会 避免吃内战就好了 第三不会 不想要让宝宝接触任何风险 一直以来呢 我们都有开放含瘦肉精的牛肉进口 因此我们在吃牛肉的时候啊 也可以依照刚刚跟你们介绍的 安心犬肉的方法哦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精彩的影片哦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 七到九个月 宝宝照顾资讯精华版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呢 宝宝喝水的四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六个月之前呢 不需要特别的补水 第二便秘的时候啊 要充分的补充水分 请不吝点赞订阅